一切众生本事同根生 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仁者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一切众生本事同根生 弟子在修学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 拓开心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内心了知一切众生本事同根生 如同大树 虽是枝叶花果各个不同 若寻其本皆为同根所生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面对静缘之时 却常常会忘失本心 《华言经》普贤行愿品云 譬如旷野杀器之中 有大树王若根得水 枝叶花果西皆繁茂 老法师说 以大慈悲水来灌溉大树的根 才能生长出枝叶花果 佛菩萨是以清净平等的慈悲 对待虚空法界 对待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众生 而凡夫由于心量狭小 身见未旺 因而千极诚信 处处与人对立冲突 造成道业的严重伤害 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教导我们 极度障碍是人生最大的业障 纵观历史 自古至今 兄弟细强 同门相及者比比皆是 如韩非与李斯 唐太宗与建成 康熙朝夺四之争等等 三国时期 曹植更是感叹骨肉相及 而吟出七步诗 主斗持作更 路是以为之 其在府下燃 斗在府中弃 本字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由此可知 极度烦恼是众生恶心所之中 影响由慎者 既然世出世间圣邪人 都教导我们 一切众生本是同根生 那么我们彼此之间 如何才能放下极度和睦相处 作为一位学佛之人 究竟如何才能真正 拓开心量与人为善呢 让我们从经典与历史中 来寻找答案吧 甲 认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生 则能眷属和静 家道兴旺 国家和睦 永享太平 甲一 家和万事兴 无量寿经云 世间人民 父子兄弟 夫妇亲属 当相敬爱 无相增及 友无相通 无得贪习 颜色长和 莫相为利 大词念老于注解中说 亲眷之间应当合尽 此乃和睦 新家之礼 俗话说 家和万事兴 家庭和睦 必然兴旺发达 老法师开示说 无论是亲属 族人 乃至于下属 彼此之间都要互相敬爱 不能有憎恨 嫉妒和傲慢 弟子惭愧 自小千级烦恼有胜 实则无始之夜袭烦恼使然也 由于积袭深重 长大后更是养成自私之力 自尊自大 不能容人的性格 难以与人相处 相比之下 弟子的表妹则盼若天冤 她自幼孝敬父母 友爱兄弟 恭敬节俭 她的亲弟弟 在一次意外车祸中 命悬一线 需进行脑部手术 取出头盖骨 且呼吸困难 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存活率 她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 执意要挽救弟弟的生命 即使弟弟成为植物人 她也愿意照顾 不忍心割舍手足之情 在她的真诚感召下 出现了生命的奇迹 弟弟保住了性命 且存活至今 结果 命中本无功名的表妹 现考入政治大学 读中文系博士班 而且拥有一份 稳定的中学教师工作 她对弟子的母亲 也格外孝敬 闽南话有一句俗语说 天公总是 疼喜憨厚的人 提公敬忧郎 在她的身上 得到了应验 天地之间 以和为贵 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唐朝法照禅师 有一首真足地记约 同气连之各自容 些些言语莫伤情 一回相见 一回老 能得几时为弟兄 世间 有几人能够参透此理呢 其实 我们能够体会到 兄弟相争 内心最痛苦的是父母 同学相继 心里最难过的是老师 弟子的祖母 今年93岁 祖母的母亲 姐姐皆是近百岁高寿 在与祖母相处之时 弟子发现 祖母虽是儿孙满堂 但是 对于经济比较差 能力比较弱的儿孙 就会加倍地爱护 对于生活富足 能力较强的儿孙 观照的就比较少一点 若是两者之间 有争执之时 祖母常常会 袒护弱者 而非强者 天道之理 亦是如此 由此可知 祖先之心 皆是平等无私 一视同仁 对于境况 比较差的子孙 更是垂家怜悯爱护 岂有嫌弃之礼呢 因此 弟子归说 兄弟母孝在中 若是兄弟不和睦 就是最大的不孝 罚其境而取其之 斩其之而取其业 最伤心的 当然是树根了 因此 在一个家庭中 彼此之间 要相互有爱 相互关怀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家和万事心 假二 国和天下安 家如是 国亦父如是 无量寿经云 或使心争 有所会怒 后世转据 至成大愿 世间之事 更相换害 虽不临时 应及想破 老法师说 此段经文 是警醒世人 不和 会造成大害 此大害 可能不是在 今世 但在来生 后世 会遇到 古今中外的 历史记载 颇多 甚至于 演变成战争 所结下的怨恨 是生生世世 源源相报 没完没了 非常可怕 最重要的是 采用教育的方法 才能够防范 冲突的发生 自然能够 化解怨恨 因此 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今现在说法 讲经说法 没有中断 就是这个道理 在历史上 中国和日本 原本就是兄弟之邦 日本的文化 是源自于中国 如五轮 五常 四维 八德 的思想 都是从中国 传入的 历史典籍 记载着 徐福 东渡日本 求先要的故事 徐福 是秦朝 其地方士 曾任 秦始皇 御医 由于 秦始皇 希望能够 长生不老 于是 派徐福 率领 五百同男 五百同女 入海 求神要 据史记 秦始皇 本记记载 始皇 二十八年 其人徐福 尚书 沿海中 有三神山 明曰 蓬莱 方丈 迎周 仙人 居之 请得 齋戒 与同男女 求之 于是 遣徐福 发同男女 数千人 入海 求仙人 徐福 带着同男 同女 东渡到日本 供上三分 五点 寻求 仙要 然而 未果 只好定居于此 自立为王 徐福成为日本 开国神武天皇 日本皇家 皆为徐福后代 清朝同志年间 驻日公使馆 一等书记官 黄尊宪先生 在日本国治中 首先论证 并肯定此说法 宋朝欧阳修 在日本刀割中说 徐福东渡日本时 带去大量 中国典籍 因此 秦焚书坑儒后 一书百篇 金尚存 许多典籍 在日本得以保留 此外 徐福还带去百宫 古种 农具 药物等 对日本文化 经济发展 贡献颇具 被尊为 私农更神 和私药神 徐福到达日本 未得长生不老药 于是要求同男 同女们改名唤性 自此 没有再返回中国 秦始皇是一位暴君 听闻此消息之后 将徐氏一族全部斩杀 徐福得知后 愤恨无比 正如同无量寿经所言 或使心争 有所会怒 后世转据 至成大怨 二千多年的身仇大恨 演变成后世的渊渊相报 老法师在讲习中 劝勉说 这些仇恨都要把他忘掉 二千多年了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又何必 何况杀人 造作恶业 果报都在地狱 当今时代 日本前首相 邱山有继父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关系 他认为 日中关系为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邱山先生出身于一个推崇友爱政治的家族中 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 友爱是一种思维 即认可自己与他人间自然存在差异 同时尊重对方的自由和尊严 实现外交领域的友爱是指超越不同国界 不同地区 不同文明的差异 谋求各自独立主体的共处共融 邱山先生将此友爱政治的理念 落实于实际行动中 2013年1月 邱山先生协同夫人邱山幸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于罹难同胞的十杯钱 双手合十默哀 参观后为纪念馆提词 有爱和平 在署名时 他还特意将名字改成 邱山有继父 以表达其有爱和平之理念 在纪念馆中 他亲手栽种了一棵银杏树 并且说 希望这棵银杏树能开花结果 到时我会再来 我们相信 邱山夫妇所种下的友谊之树 一定能够开出美丽的和平之花 以 认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生 则能效法释迦与弥陀 印宗与六祖 使佛法法运昌隆 普度众生 以一 阿弥陀佛与释迦世尊 九月前前的兄弟关系 无量寿经云 法藏成佛 好阿弥陀 成佛以来 于今时节 大词念老 引用法华经 化成玉品经文 说明阿弥陀佛与释迦牟尼佛的关系 来往过去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阿僧起节 尔时有佛 明大通至圣如来 在大通至圣如来 还没有出家之时 有十六个儿子 尔时十六王子 皆以童子出家 而为沙弥 这十六位王子 皆是以童子身 出家而作沙弥 我尽欲辱 比佛弟子十六沙弥 尽皆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十方国土 现在说法 佛告诉法华会上的大众 这十六沙弥 现在全都成佛了 在十方世界 现在说法 西方二佛 一名阿弥陀 是第九子 阿弥陀佛是十六沙弥中之第九 第十六 我释迦牟尼佛 于苏婆国土 呈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释迦牟尼佛是第十六沙弥 阿弥陀佛是他的第九个哥哥 大慈念老解释说 从法华经化成玉品 这段经文说明 阿弥陀佛 是十六王子中的第九王子 释迦牟尼佛 是第十六王子 这两尊佛成佛以来 已经是无量节了 众所周知 净土法门之所以能够在虚空法界 发扬光大 普利群生 是源于阿弥陀佛发广大愿 五劫勤苦修行 参访诸佛岔土 舌短取长 建立殊胜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 除此之外 还得益于 释迦士尊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一切诸佛赞叹 阿弥陀佛 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佛佛道同 彼此之间 无有极度障碍 都将自己的学生 送到极乐世界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 佛的心量 真的是广大 无边际 无量寿经云 阿弥陀佛光明善好 胜于日月之名千亿万倍 光中己尊 佛中之王 老法师说 阿弥陀佛的教区是最大的 因为他佛光所照之处 即是他教化所及之处 弥陀佛光光明普照 无量无边 无数佛差 一切诸佛 习皆宣讲 净土三经 劝导众生 信愿持明 求生极乐净土 以二 六祖慧能大师 蒙印宗法师 推美之恩 才使禅宗道法 得以迅速发扬光大 弟子学佛史 曾经遇到过很多障碍 同参道友 常以六祖慧能大师 引于猎人队十六年的公案 来勉力弟子 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 在宣讲六祖大师法宝谈经时 曾经引用过明朝廉池大师 竹窗二笔中的一段话 廉池大师云 六祖既受黄美心印 隐于图列拥建一十六年 六祖慧能大师 接受黄美五祖 以心印心 印证得法后 以示明心见性的大菩萨 能大师隐藏在猎人队中 为猎人帮拥打杂 达十六年之久 后来遇到印宗法师 与法信寺蒋涅槃经 木叶风吹差番 听到二僧对谈 一位说是翻动 一位说是风动 二人争论不休 六祖却说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印宗法师听闻此言 就把六祖请进去 为他剃度 理请他升作奖金说法 连宫说 人之六祖之为 龙天推出矣 为之印宗之不可及也 因此 印宗法师也不是平常人 他谦虚地说 谋甲奖金犹如瓦利 人者论义犹如真金 印宗法师是广州 佛教界的领袖 是住持一方的大法师 是四众摘养的佛门长老 连池大师说 而使我慢之情未旺 圣父之心尚在 假如他还有我慢之情 和圣父之心的话 安能尊贤众道 舍己从人 一致于士乎 老法师说 印宗法师牺牲自己 舍自己的法源 促成六祖大师殊胜的法源 自己反过来拜六祖为师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印宗法师在六祖大师 隐居的十六年中 已经为他把红法立生的道路 铺好了 否则六祖之道法 要广为弘扬 至少需要十年之久 大众才能升起景仰之心 这都是印宗法师的无量功德 因此 廉池大师才说 六祖故故佛之流亚 而印宗亦六祖之仇类也 圣贤聚会 其偶然而已灾 古人曰 英雄所见大略相同 唯有英雄才认识英雄 唯有菩萨才适得菩萨 即此之位也 六祖慧能大师何许人也 若非印宗法师之德 则禅宗代代单传 六祖岂能如此顺利地 将禅宗道法发扬光大 因此 佛在涅槃经中 肯定护法的功德超过红法 红法者若是遇不到好的护法 则纵有德行学问 也是一筹莫展 充其量也只能著书立说 流传于后世 以待后学儿 这个道理正如韩文公所言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护法与红法的关系 如同是负与子 水与乳的关系 彼此同体一心 无二无别 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 若是相互猜疑妒忌 不能和睦相处 则上父诸佛菩萨之恩 下弃众生真实之力 其罪过何可称良哉 比 并 认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生 才能真正体会到 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 与贤公老和尚 所示现的表法深意 当今时代 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 与贤公老和尚 为我们做出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的最佳榜样 此种示现真乃精彩绝伦 暗和道妙 再完美不过的表法 在2014年11月26日 净土大经科著中 老法师再次勉励我们 要效法和学习海贤老和尚 海庆法师的忍辱 节俭等美德 老法师在中午的开示中还说 来佛三圣永斯吉这部书 对于静宗修学 会有很大帮助 贤公老和尚之表法 证明夏连居老居士的 无量寿经绘籍本真实不虚 证明黄念族老居士的 净土大经节真实不虚 证明上进下空老法师 二三十年弘扬无量寿经 依照此绘籍本来学习没有错 海贤老和尚92年的表法 为此做出最佳的总结 因此 上进下空老法师 劝导敬业学人 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要天天看 每天看三遍 一年看上一千遍 每天念一万声佛号 确实能兼顾我们的道心 信心 怨心 决定消罪业 决定往生净土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一教奉行 以来佛三圣为榜样 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看作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脱开心量 看破誓言 放下极度 包容别人 忍辱如地 对于世间之事 不会再斤斤计较 以此心态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相信这一生一定能够了办生死大事 往生不退成佛 以上是惭愧弟子浅显的心得报告 不妥之处 曾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慧语批评指正 无尽感恩 阿弥陀佛 开基斯 这一份报告 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 看破 看破 就是看到四十真相 变法界 虚空界的四十真相 就是一切众生本是同根生 慧能大思开悟的时候 明心见性 性是什么样子 他用五句话 把它说明白了 这五句话最后一句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你说万法是自信生的 是不是同根 这就很重要 前面四句 是说自信的 本体 幕后这一句 是说自信其用 自信是清净的 是不生不灭的 是具足 本来具足的 是本无动摇的 本无动摇 是自信本定 前面我们说 一切动作 一切动作缓慢 借尽本性 心浮气躁 远离本性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越是慢 慢到什么程度 慢到完全停止了 就进行 佛法的修行 总的树柳 就是成定 八万四千法门 是八万四千种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门道 修什么呢 统统修成定 所以方法尽管不同 门路不一样 所得到的结果 是完全相同 静刚经常参数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为什么 每一个法门都进行 那么就平等了 怎么进行法呢 你要晓得 自信本定 你一定要用定 才能接近自信 动 跟自信远离了 就不能接近 所以一定要修定 华言经常 华言经常 佛根菩萨 从促发心 到究竟成佛 说了 52个 阶级 52个 那是什么 禅定 禅定功夫不一样 初性位 这是禅定最浅的 最浅显的 好像小学一年级 初性位 复杂 二性位 是二年级 三性位 是三年级 风位 是信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五十个等级 五十上面 还有两个等级 一个等级 一个妙级 但你说 最接近成佛了 差一点点 真正成佛了 那就是妙级 过位 这52个阶级 怎么分的 禅定功夫不一样 越往上面去 禅定功夫越深 到了妙级 那就回归自信 自信 本无动有 回到这里了 这叫妙级了 全修定了 动不行 那么这佛法 跟科学讲的不一样 科学是要懂 要讲速度 佛法讲不懂 没有速度 没有速度 能够变 法界 修空界 有速度 往前面 后头忘掉了 它不能变法界 变法界 修空界 不懂 就变了 像大海一样 大海的波浪 没有办法 变法界 它要是不动的话 就变法界 不动的时候呢 一就一切 一切皆一 一动就不一样了 这是前线的 这个例子 让我们看到 事实真相 所以学佛 就是学尽 学安详 最忌讳的是造 烦造 幸福气造 这个没办法学 古来 古身一线线 观察学生 哪个学生能成就 哪个学生不能成就 从那你看 完全从他的 齐心动力 阴雨造作 从这样看 他能很稳重 这学生能成就 所以 娶什么样的人 娶老师 听话 真干 这些 心浮气造的人 做不到 那么有这种 禀赋的人 老师就特别 注意他 特别 赞悲他 而没有这个 秉性的话 那没有办法 老师叫他 叫他诗子 叫他学着文章 将来 无论从此 哪个行业 帮助他 帮助他 牧生 他开不了 智慧 他不能 开悟 那个 秉性好的 老师听话 真干的 这个人会 开悟 所以 海贤 老和人的 四死 传戒死 那是个 明信 见信的人 不是明信 见信人 不认识 他一看 海贤 就是材料 真能成就 就叫他 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 常识 喧秀 读书千遍 他就是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 奇异自见 奇异自见 是大车大悟 明信见信 果然没错 还是 这个 传戒死 不是平常人 他知道 这一句方法 他可以做得到 只要能做到 他肯定 明信皆信 见信 成佛了 所以我们要细行观察 这样的人 二十岁开始念佛 念得这么精进 一时一刻都不会丢失 三年 肯定达到 功夫成片 老皇上自己说的 功夫成片了 阿弥陀佛就给信息给你 你就能见到阿弥陀佛 那么从这个基础上 再有个三年 五年 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之后 再有三五年 礼仪心不乱 顺利成章 他就成就了 所以我们估计 他大吃大午 明信 见信 应该在什么时候 四十左右 四十岁的时候 他就达到这个境界了 这个境界跟六祖 慧能大使 同一个阶层 因为 现在的时代不一样 学会环境不一样 所以师父特别 嘱咐他 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说 他听话 真地一声 不说 不说有时候 漏了一点 漏了一句 跟人家讲 我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不说 天机不快雪露 好像是跟人开玩笑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么这个障碍 确实 给人家 对恋 自己 傲慢 嫉妒 这是最严重的障碍 海鲜老和尚 没有 从小就没有 这善根 母亲叫得好 从小不需要 这种习气 培养他的人慈 博爱 他才能 有这个缘分 普渡 众生 在生的时候 虽然没有 机会说法 可是 夜深的行义 感动多少人 往生之后 就碰到我们 我们给他一宣扬 大家都向他学习 不但现在人向他学习 我说过 世尊末罚九千年 后面还有九千年 都因为 这个光碟 这个小厕子 而得度 渡身 无量 所以认识 万法科 我们 真的是一体 一点都没错 佛说了 老子也说 海鲜 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我们身一心 不一 本是通格子 最后一篇是 王神福的 好 我们看第四篇 这个 就是 我看 我看 我们看 我们看